Hello 大家好 今日討論珍寶海鮮房 這是香港仔的船 在觀珍寶王國發出聲明 6月14日星期二開始離港 6月18日星期六 當行駛至南中國的海西沙群島時遇到風浪 船身入水開始傾斜負責航程 拖船公司嘗試救援 哪一輛船 海鮮房最終於14日 全面入水翻轉 事件中未有任何船員受傷 由於事發地點水侵超過1000米 進行打撈工程非常困難 香港仔飲食集團對海鮮房的意外感難過不捨 公司現證向拖船公司進一步了解 事故長程 根據這個規定要求 在離港前 已經聘請了專業的海市工程人員 詳細檢查船身和圍板 得到一切所需 批文進行本次 最後一段什麼意思呢 因為其實 說真的 這裡純粹是猜測漏 外界對沉船事件有很多猜測 有沒有那麼巧 這件事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首先有關方面 他就不肯公佈 目的地 基本上是沒有人知道那隻船 其實是要去哪 這個很神奇 可能他們有權不說 所以 其實你真的沒有人知道那隻船去哪 只能夠說應該是在亞洲 但是實際上 你使用去哪 以及這隻船有什麼用途 其實沒有人知道 有些陰謀論 會不會是故意整沉它 即是免得 為什麼要整沉它 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這隻船那麼大 其實是需要維修 如果你不理它的話 就會有很多問題 所以每個月的維修費 可能都說100粒 或是不知多少錢 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加上 難聽點說 其實這個嚴格來說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大型的垃圾 即是這個食之無味 氣之可惜 你又不知如何處置它 你留在這裡 你又要顧著它 其實這個也是很棘手的 可能就是 有些人 有些人 網上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是一了八了 丟了沉 不為了它算 即是沒有眼屎乾脆的眼睛 但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有些人說是故意 故意令到它自然沉沒 但根據這個 珍寶王國的聲明 其實它已經 依照了所有政府 有批文 即是合情合理 絕對不是故意的 但是 沒有話要說 這個我們 不要用陰謀論去理它 只能夠說 都算是一個可惜 因為這個都算是一個 香港的地標之一 我相信 很多人出生前都已經在這裡 廢話 因為這隻船 其實已經 在香港坐落了九十年了 所以就是一個 很多香港人的熟悉的地方 老實說 在座有多少人去過吃過東西呢 應該就沒有的 應該就沒有 因為這個很明顯是專給遊客 現在根據 住過頭或者有去過吃過東西的人 其實這個評價都不是一般的 正常 很貴 說真的 你作為一個本地人 你沒有理由會去一個 特意給遊客吃的地方 大家知道價錢一定很貴 所以其實 純粹大家都覺得會懷念 但其實 是不是真的 你有沒有吃過呢 其實是沒有的 OK 那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給點看法 怎麼看呢 學後蔡英華齋 船去到公海 殺人都不關你的事 對不對 但我覺得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他的目的地不明 這個真的很 好搞事 你的船去哪裡是沒有人知道的 到底是去中國 還是去菲律賓 還是去泰國 其實 真的沒有人知道 這樣也行 我的確 船不是我們 不關我們事 最大問題 我很奇怪 就是 你的船沉沒那個位置 其實 那間公司說不打鬧 因為價錢很貴 但是其實這個 有沒有人監管 不然我把所有垃圾都丟到海 即是海域都可以了 對不對 始終這隻船是不是垃圾 我們不要說 這隻船是屬於你這間公司 其實你 因為你某個角度來看 我可以當你在海上遺棄 有大型垃圾 如果可以這樣說 那你到底會不會有責任 需要 罵這隻船上來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費用 我相信 真的是數以千萬計 就是這個打鬧的船 可能隔了幾百年後 會有些電影 是拍那些什麼 尋寶 即是那些什麼 海 是特地去打鬧的 尋船 可能有寶藏 我們不知道 只能夠說 作為一個香港 已經越來越少的地標 是有點可惜 跟大家再看看 其實這一隻 珍寶海鮮坊 其實 在這個過往 他是很受外國人的歡迎 作為地標 其實 我們過往 最出名的地方 其實有很多日本的動畫 有出過 其中我自己說的兩套 我自己比較有印象 就是 中華一番 中華一番 雖然那艘船 不是說明是珍寶海鮮坊 但基本上 你一看都知道 他其實是在畫這隻 最特別是一件事 其中還有爆了 著火 其實珍寶海鮮坊 數年前 都是發生過一個大型火災 死了幾十個人 當時都是燒爛了 後來 好像是 韓生 和哪個有錢人 買了一隻船 擁有權 才裝修過 才真正再開 他不知道是否中華一番 就是影射這件事 另外 其實這個 G Gundam 裡面 都出現過 G Gundam 那個 G Gundam 就在香港 那時候 你要留意 那時候是新香港 好像是 我忘記了 新香港 好像是儀石 總之這個 都是出現過 在神高達的動畫 以及1995年 有個哥斯拉 即是日本拍的 其中都是拿了 珍寶海鮮坊 背景場地 所以 都很出名 加上最多人 香港人最多人知 應該就是 就是《食神》 周星馳 最後決戰 那裏 貧真法號夢遺 那一幕 還有天花板 有那些 觀音像 比較令人記得 他的取景地點 都是《食神》 都是《珍寶海鮮貨》 相信《食神》 都歸不了位 我自己覺得 這些東西應該政府 去買了 我自己會覺得 因為這個屬於一個地標 文物 也算是 是一個景點 其實 政府應該是 政府應該是 出錢買了船 然後 放在 裝修過 或是造成 船內造成 博物館的形式 既然可以被人參觀 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賺到錢 但你可以賺到遊客的錢 一來 二來 其實本地人 很多香港人都會 喜歡去這些東西 看看 我相信 很多人真的沒有進過這隻船 其實我不明白 因為這個屬於一個保育工作 我覺得 在其他國家很重視這個文物 或是一個 景點的保育 其實香港政府 真的沒有話可說 寧願這隻船沉了 差不多有100年歷史的景點 竟然就這樣沒有了 這個香港是文化之都 我真的 並不虛傳 就是這樣 大家歡迎留言 講這什麼感想之類 我們下次見 拜拜